Rabbit从2012版开始,组中所有的实例参数均可以定义为报告参数。 所谓报告参数是指,该参数将根据模型的实际位置与尺寸自动计算得到长度的结果,用于驱动组中其他的参数对象。 例如,对于样条曲线上的任意一点,可以定义该点与原点的距离为报告参数。 这样,在修改样条曲线的形状的时候,Rabbit会自动根据新的样条曲线的形状,自动计算出该点距离原点的新的距离值,并用该值来驱动组中其他的构件。 这样我们可以使用图形来驱动得到更多的参数化的控制的结果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通过练习来学习如何使用报告参数的方式来控制显示。 那么我们首先打开光盘,第25章,RFA这个目录下边的迷幻原柱这个组文件。 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在当前的组当中,我们使用拉伸的方式已经创建了高度为1米的圆柱。 那么我们打开管理选项卡,在设计面板当中呢,单击对象样式。 我们可以看到呢,在模型对象当中,我们为当前的模型创建了红、绿、蓝、黄四种不同的子类别。 同时呢,我们已经分别定义它的线条颜色分别为红、绿、蓝、黄,并且呢,为它附了不同的材质。 我们不修改任何的值,我们单击取消呢,关闭对象样式对话框。 那么我们选择任意的圆柱,我们可以看到呢,圆柱的拉伸高度,我们已经将它关联了一个组参数。 我们把它命名为h。 那么这个组参数呢,是一个实例类型的参数。 那么同时呢,我们可以看到,当前的可见性呢,我们已经为当前的圆柱的可见性做了关联。 我们将它定义为黄色可见。 那么同时呢,我们将它子类别呢,已经设置为黄。 那么事实上来说呢,我们是在当前组当中的同一位置,使用拉伸的方式,创建了四个完全不同的圆柱体。 那么这些圆柱体的所有参数呢,均设置为一致,因此呢,它们会重叠在一起。 但是呢,我们对每个圆柱体呢,都设置了不同的子类别,以及设置了不同的可见性的控制参数。 我们担计取消不修改任何的值。 我们打开足类型对话框。 我们可以看到,当前的所有的圆柱高度呢,默认都设置为一米。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这里呢,使用公式的方式来控制各个参数子类别的可见。 那么,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, 当高度大于三米的时候,黄色的子类别呢,将定义为可见。 那么当高度大于两米,并且呢,它不大于三米的时候。 那么也就是说,当高度大于两米,小于三米的时候呢,那么蓝色将可见。 那么当高度大于一米,小于两米的时候呢,那么绿色将可见。 那么如果高度小于一米的时候呢,那么我们的红色的子类别呢,将变为可见。 这是我们在当前的迷幻原住这个组当中所做好的定义的设置。 那么我们不修改任何的参数呢,我们将当前的组呢,关闭。 那么我们继续打开光盘,第25章,RVT这个目录下面的参数化曲线控制,这个组本件。 那么我们事实上来说呢,我们这个组本件呢,是使用体量的方式,在里面呢,创建了一个简单的曲线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,在当前曲线当中,我们定义了控制点1,控制点2,控制点3,以及控制点4,四个控制点。 那么通过这四个控制点呢,我们将会修改曲线的形状。 那么同时呢,我们已经在该曲线上,我们已经定义了基于主体的点。 我们选择任意基于主体的点,我们可以看到呢,当前点呢,它是位于曲线的0.1的位置。 那么事实上来说呢,我们这里面所创建的几个基于主体的点呢,是基于曲线的等分的方式来创建的。 那么我们首先呢,就将迷幻原著这个组呢,载入到当前项目当中来。 我们单击插入,再入组,我们浏览到25张RFA当中的迷幻原著,我们将其载入到当前的项目当中。 那么我们使用构件这个工具,我们在当前曲线上方的参照平面的焦点的位置呢,我们放置该原著。 一共有9个。 完成之后,我们Igc键呢,退出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将使用曲线上的基于主体的点,这个距离水平方向参照平面的距离这个值呢,我们将它定义为报告参数,并且使用这个值呢,来驱动各原著的高度。 那么我们以第一个点为例,我们选择第一个尺层的路线。 那么我们单击标签的下拉列表,我们选择添加参数这个工具。 我们确定当前的参数呢,为足参数。 那么我们将参数的形式呢,修改为实例参数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,当修改为实例参数的时候呢,报告参数这个选项呢,将变为可用。 那么我们勾选这个报告参数的选项。 那么我们输入它的名称呢,为he。 h1,单击确定。 那么同样的,我们在第二个点呢,我们将它定义为h2。 实例参数,报告参数。 使用类似的方式,我们来定义其他的参数名称。 分别为h3,h4到h9。 那么我们首先选择左侧第一个迷彩原柱组。 那么我们修改属性面板中h的值,我们单击后面的关联组参数这个按钮。 打开关联组参数对话框。 我们将它关联为我们刚刚所建立的h1这个报告参数。 我们单击确定。 使用相同的方式,我们依次单击第二个到第九个迷彩原柱。 我们分别来关联它的h参数值为h2到h9。 那么完成之后呢,我们切换到默认三维视图。 我们使用视图选项卡可见性当中,我们关闭所有的注视类比的图元。 在当前视图当中显示我们当前状态下的圆柱。 我们可以看到,由于我们的圆柱的高度呢,已经由曲线当中所在点的报告参数的值来确定。 因此呢,圆柱会自动根据自身的高度呢,来显示不同的颜色。 我们单击 组类型这个工具,打开组类型对话框。 我们分别修改它的控制点1的值呢,为4000,3500,1000,3000。 那么我们单击确定。 我们可以看到呢,Ravit将修改圆柱的高度,并自动根据高度的范围呢,来设置合适颜色。 这样呢,我们就完成了报告参数的操作。 那么我们在光盘第25章RVT,这个目录下面呢,提供了参数化曲线控制,完成.rfa这个体量组文件。 读者呢,可以查看光盘当中对应的文件呢,来查看最终的操作结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